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胖叔因吃太多油可微的玉米 奶昔等食物 令体重飙升至15公斤 目前因为超重 胖叔已被送去参加减肥营 和其他动物一起运动 在南非有这么一只大猩猩 深爱的不是临近穿梭 而是美味甜品 糖果 蛋糕 棉花糖是他的最爱 不过现在他的新家德尔斯特猴子世界的饲养员 已经开始让他减肥 只能吃水果蔬菜 即便如此 他吃起来也还是很开心的 世人皆说橘猫胖 一只橘猫压他抗 在罗勒斯的乌拉山 有一只名叫凯蒂的大胖猫 体重达到了23公斤 要知道大多数家猫体重是2-3公斤 凯蒂已经胖到走不动了 基本上只要躺下来就不再动弹 即便如此 凯蒂的主人也并不打算让他减肥 因为主人想让他获得吉尼斯记录世界最胖猫的认证 英国有一只叫拉尔夫的兔子 胃口大的不可思议 每天要吃胡萝卜 白菜 花椰菜 玉米 半根黄瓜 两个苹果 两片面包和奶油饼干 甘草则作为他的茶点贯穿全天 就这样坚持吃了几年 拉尔夫的体重已经飙升至了25公斤 甚至超过一个三岁儿童的正常重量 成为全英国最胖的兔子 看完这个视频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